而埃里克森 伦迦德是世界排名第七 阿里克森 伦迦德 这两位选手都已经是年过三十的丹麦的老将 一个三十八 一个三十五 可以说是羽毛球世界羽团的长青术 这对选手呢 进攻能力非常的强 而且是非常的高大 这个是伦迦德 一米八六 他的搭档阿里克森 一米九一 三 三 四 三 四 这个伦佳德35岁了 现在印尼的这队组合的上升势头也是很快 目前的是世界排名第三位 蔡云富海峰是世界排名第二 前面是基多马基斯 这个是裁判的伟丽 来李克森 伦佳德经常在往前的封网 1米86的身高封网真是可怕 这是埃里科森38岁了 1米91的身高 他们两个最好的成绩是04年雅典奥运会 埃里科森是拿过混双的铜牌 现在比分呢也是逐渐的是被拉开 一米组合呢 马基斯·亨德纳是以9比5领先 埃里科森呢 也是到目前为止也是失误显得相当的多 他也是现在也是非常的急躁 在另外一场比赛中呢 同样的是进行一场 男双的比赛 是由中国选手谢中博 郭震东对阵 韩国的正在城里龙大 目前内场比赛呢 也是进行的相当的激烈 那么从前半局 前半段的比赛来看呢 埃里科森·伦佳德 还是没有进入到比赛的节奏 进入比赛的状态 发球是频频出现了失误 而且呢 自己的主动失误也是明显的增多 目前呢 印度尼西亚的组合 马基斯·亨德纳是以11比6领先 那么在刚刚结束的比赛中呢 中国选手朱林是以1比2不敌马来西亚的选手黄妙珠 从而是为能够进入女单的四强 那么在赛后呢 朱林接受采访的时候呢 也是提到了 那这次的比赛呢 也是打得不是太好 而且是在关键分和关键球的把握上呢 也是 并不是处理的并不够 自己的杀气呢 还是 自己在比赛中的杀气呢 还是显得稍微弱了一些 那么刚才在场上转播的时候 也看到朱林的其实的体力消耗太大 并且主动性的进攻非常少 给黄妙珠经常抓住了机会 那么今天这个804的比赛 一共只开了两个场地 所以每个场地呢 都要进行10场的比赛 那么今天晚上将会打得很晚 那么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呢 我们会转到下面的 打完这一场男双之后呢 我们会转男子单打索尼 对李中伟的一场比赛 那么接下来晚上的比赛呢 我们将会在明天的上午10点11分 继续为大家延播 今天晚上的比赛 因为今天晚上的比赛 是还有张亚文魏毅力的一个女双 会对着日本的一对双打 还有中国台北的一对双打 谢庆芳跟日本孙香芝的一个女单 还有谢东伯张亚文 对自己的队友徐晨跟赵婷婷 那么在今天晚上直播的这个场地呢 最关键的场次 场次就是谢庆芳对孙香芝 那么张亚文跟魏力 这对女双呢 按水平按实力 应该会赢日本队的选手 所以今天晚上的比赛呢 我们可能由于其他节目的原因呢 我们会挑选一些精彩的场次 在明天上午的十点十一分 为大家延播 那么具体晚上另外一个场地 也是有十场的比赛 那么比赛的各个场次的结果呢 请留意我们的体育频道的 晚间体育新闻 以及明天早上的体育闪报 我们都会在新闻的十点 为大家播报 最新的战况 几多的往前的封杀能力也是非常的强 伦佳德的发球 好的 这个球 打了一个两个人的空挡位 几多 那么 另外一个场地呢 刚刚结束了一场男双的比赛 谢中博 郭震东 是以2比1 击败了韩国的正在城 李龙大 就是耗时一个 一个小时的激战 打得非常 打得非常的激烈 从而进入到了 南双的四强 那么谢中博 郭震东呢 也是中国队目前南双的 唯一一队进入南双四强的一名选手 一队选手 谢中博打完这个南双之后呢 稍晚的时间还要跟张亚文 配队打混双打的比赛 我们今天的转播呢 除了在广东体育频道呢 重庆的体育频道 也同时在现场直播这场比赛 那么现在另外一个场地进行的是 一场女单的比赛 由 雅典奥运会冠军张宁 对阵她的小师妹王林 那么这场南双的比赛呢 比分呢 也是咬得非常的紧 15比15 亨德拉在后场的进攻 大力进攻 再加上马基斯的往前 扣杀 又拿到了一分 现在羽毛球的男子双打的技术动作都非常快 基本上 看得令人眼花缭乱 那么运动员在场上呢 也是很多有习惯的一种本能的进行 所以比赛 有一种惯性 惯性 文家得往前封得非常的快 对于这对丹麦选手来说呢 要想打败他们也是非常的困难 因为毕竟两个人是人高马大 一米八六的风往前 一米九亿的在后面下球 对吧 哦 再看到另外一个场地 张宁是身穿粉红色上衣 文家得 诶 阿里克森这个揭发 揭杀有点问题了 场上的比分呢 咬得很紧 也是回敬的一个伦家得 有时候快起来几下 就因为失误就丢掉了 有时候呢 就打几十拍 嗯 这就要求运动员们 应该非常的集中精神 去面对每一个球 尤其是直接得分的 对 非常的快 这个男子双打 极多有一个回球有失误了 康德拉呢 也是拍了一下 互相鼓励 因为运动员在打的比分 咬得很紧的情况下 需要的是互相的鼓励 对 极多 按道理一米九亿这个发球啊 他那个出球点很高 对吧 对 一米九亿 但是一米九亿 身高比较高的选手呢 存在着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缺点 缺陷就是转身慢 对 左右移动啊 对 因为他重心比较高 所以有些球呢 他会移动比较慢 对 但是杀球啊 罚球啊 就占占尽有势 对 好的 进入到局点 贷卖的老将 率先进入到比赛的局点 那么 一直在落后的伦加德 埃里克森 现在呢 是好不容易拿到了第一局比赛的局点 20比18 又是身高一米九一的埃里克森发球 嗯 哎 亨特拉这个后场自己杀了一个落网 21比18 半卖的老将 衰先拿了第一局 准备好吗 娱乐下一季 即将海显 下一季 因为是我们共同的语言 下一季 游戏不再受视红的约束 下一季 作为你带来超越期待的侧客 嘘 安静点 下一季 现在开演 新款 一切如我所求 今晚呢 牛奶呢 不要买 好了第二季的比赛又开始了 第一局的比赛呢是丹麦的老将阿里科森跟伦加德 是21比18先领先的第一局 那么基多跟亨特拉呢第二局必须要减少自己的失误 因为面对自己比自己身材高大的丹麦的这对老将呢